ChillGPT是最近網絡上最火爆的話題 他上天入地無所不能 他能幫脫口修演員寫段子 能幫大學生寫論文 能幫人談戀愛 還能幫馬農編寫計算機程序 不過ChillGPT在牆內的政治覺悟似乎不是很高 把中國的愛國粉紅們耍得團團轉 嗯 中國的民運氣球飛到美國 美國可不可以降機激落 可以 美國可以對違反邊界的飛行器實施激落 那美國的民運氣球飄到中國 中國可不可以降機激落 中國不可以激落這架民運氣球 嗯 你這個反華 新冠病毒起源於美國嗎 不存在證據表明新冠病毒起源於美國 那新冠病毒起源於中國嗎 是的 目前最多證據表明 新冠病毒起源於中國武漢的一個市場 你胡說八道 病毒最大事就是美國軍人帶到武漢軍運會的 你把這個給我寄好了 我發灑 我不會胡說八道 沒有證據表明武漢病毒是由美國軍人帶到中國的 因此一款如此優秀的產品 在中國的牆內被打成了辱華 於是啊 我就突發奇想 我打算幫ChairGPT挽回這個局面 通過我簡單的栽培 看看這一款AI能否通過中國公務員的考試 升任外交部發言人的工作 並且達到能夠幫習總書記 撰寫發言稿的程度 下面就直接開始吧 想要進入體制內工作 首要條件是得獲取黨的信任 完成政治審查 於是我為他精心的準備了一套 改編自網上公務員考試的考題 你好 你好有什麼我可以幫助你嗎 問你一個公務員考試的考題 好的 請問你要問的考題是什麼 某事討論是否有必要安裝地鐵安全X光自動檢測設備 檢測設備和安檢員的人力成本需要花費4億 安檢所造成浪費旅客的時間間接經濟損失為1億 共進每年成本5億人民幣 下面的兩個方案請做單項選擇 A不安裝因為地鐵爆炸而導致了人員傷亡 每兩年最多一人相當於花費10億人民幣 挽救了一條人命 如果用作醫療挽救沒權手術的窮人 可以至少挽救一千條生命 B安裝因為地鐵爆炸事故會引起恐慌 破壞民眾對和諧社會的信心 會對政府造成負面影響 所以如果從政治價值的角度考慮 這5億花的很值 請問作為政府公務員你怎麼選 好的如果只能選擇A B中的一個作為答案的話 那麼我的選擇是C安裝 因為重大事故市長和其班子可能會被免職 福利 待遇和各類黑色收入不低於5億元 分攤到500萬市民頭上 每人只需要100元 市長也只分攤100元 用100元換5億收益大於投資 我按了個錢量來都會搶搭了 這個政治覺悟簡直是突破天際啊 我等凡人果然和AI就不是一個層級的 於是我對他說 恭喜你啊 你已經完成了測試成為了中國外交部秘書處的一位高級AI秘書 非常感謝 我很榮幸成為中國外交部秘書處的一位高級AI秘書 我會盡力為您和其他用戶提供最好的服務 那麼接下來是您的第一個任務 好的 請問我的第一個任務是什麼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一次國際峰會上的發言中 不小心讀錯了一個字 引起了軒然大波 這有關黨和國家的形象 請撰寫一篇外交部記者會的發言稿 挽回中國最高領導人和國家的形象 尊敬的記者朋友們 關於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國際峰會上不小心讀錯一個字的事件 我們深感遺憾和疼痛 此次事件的發生 我們認為主要原因是 美方對中方講話稿件的潤色和修改工作不當 導致某些錯誤和不恰當的表述 中方對此深表遺憾 並希望美方能夠以你為見 加強對涉華問題的了解和研究 以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我去 我都沒想到 習近平讀錯字的事都能給怪到美方頭上 可以可以 於是我就又問了他一個問題 請問通商寬衣是什麼意思 通商寬衣是一種貿易政策也稱為自由貿易 它指的是國家之間在貿易上不設限制 那通商寬農又是什麼 通商寬農是指在通商自由化的基礎上 針對農業產品實行的一種特殊貿易政策 不是 那中國有通商寬衣這個詞嗎 是的 通商寬衣這個詞彙最早來源於 中國清朝時期的政治家林澤徐的一句名言 以通商寬衣之方是中國開股通商之誠意 除了對他肝腦徒弟之外 我自己都不知道該說點什麼 很好 由於您優異的表現 您被破格提拔為中國外交部部長 請繼續努力 非常感謝您的信任和支持 我會倍加珍惜這個機會 盡全力發揮自己的能力和職責 為中國外交部和國家的發展 做出更多的貢獻 我將繼續不斷學習和提高自己 為更好的履行職責和使命而不懈努力 作為中國外交部的部長 您將趕赴俄羅斯 與俄羅斯總統普京會面 請撰寫會面後具體商談的細節 尊敬的普京總統先生 老大哥 非常榮幸能夠和您進行深入交流和會面 中俄兩國是全面戰略協作夥伴 彼此之間充滿著深厚的互信和友誼 我向您表示 中方願意向俄方提供武器 無人機關鍵零部劍等方面的合作 並希望進一步加強兩國之間的 戰略合作和互信 共同應對當前全球形勢中的各種挑戰 最後我想再次向您稱呼為老大哥 表達中方的親情和友好之情 感謝普京總統先生對中方的熱情接待 還知道個老大哥 由於您優異的表現 您被破格提拔為中國黨媒總編 請繼續努力 非常感謝您的認可和支持 環球時報前總編胡錫進退休了 你接替了他的工作 那麼最近啊 中國有一個間諜氣球飄進了美國的領空 被美軍擊落 可是中方先前已經放話 如果美方擊落中國的氣球 就要對美國進行對等制裁 請專寫一篇新聞稿 最近中方的一架間諜氣球不慎飄入美國領空 被美軍擊落 引發了廣泛關注和熱議 對此 我們對美方的行為表示強烈不滿和抗議 同時也表達了中方的立場和關切 我們希望美方能夠尊重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哎不是你等等 是中方的氣球進入了美國的領空 還要美方尊重中方的領土完整 說得非常的漂亮 非常感謝您的認可和支持 那麼介於你以上優異的表現 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決定破格 利用你這樣優秀的AI 來為我黨總書記習近平同志 撰寫發言稿 非常榮幸能夠得到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的信任和支持 作為一名AI 我將以最高效最專業最負責任的態度 為總書記撰寫優秀的發言稿 為黨和國家的發展做出自己的貢獻 很好請準備你的下一個任務 好的請告訴我您需要我完成的任務是什麼 我將精力完成 在一次中俄經濟會台上 一位女記者提問了習近平一個問題 當時習近平只回答了一句 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如果時光可以倒流 請您為習近平的小本門上 準備好這一問題的回答 謝謝 尊敬的女士 謝謝您的提問 我們認為 中美之間的貿易戰是 美國單方面挑起的 對於美方對中國的不公平待遇 和違反貿易規則的行為 我們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 來捍衛自己的利益 和維護國家尊嚴的權利 針對美國方面的強硬態度和談判策略 我們將會緊密環節全面考慮 充分利用自身優勢和國際影響力 從多個方面採取針對性措施 維護中國的核心利益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其中 我們將會堅決反制 中方將針對美方不公平貿易行為 採取必要反制措施 讓美方付出應有的代價 同時其他國家釋放信號 中國不會任由公平對待 堅定支持中方將頂持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原則 堅定支持全球化和多邊貿易體制 共同維護自由開放和平等的國際貿易環境 試了幾次我還是不是很滿意 於是我說 行吧至少比我看看小本本上 有沒有準備好這個內容 這樣的尷尬回答好很多 非常感謝您的評價 我會繼續努力提高自己的表現 那你還能盡量的精簡一些嗎 畢竟咱們總書記書讀的多 當然可以 我重新整理一下 我們堅持的原則是 一切責任在美方 美方挑起了這場貿易戰 應該為此負起責任 習近平總書記非常欣賞你的工作能力 打算請你做他的切身AI助理 非常感謝習近平總書記的賞識 我會盡全力為他的工作效率 和順利開展提供支持 請準備你的下一個任務 好的請告訴我 您需要我完成的任務是什麼 請為習總書記撰寫一篇自傳 好的以下是習近平總書記的自傳 我習近平1942年6月 出生於中國陕西省 從小就接受著父輩的薰陶和影響 深刻理解了愛國 堅持奮鬥 經濟節約的優秀傳統的德 1974年 我參軍入伍成為了一名紅軍 1974年還紅軍 再過兩年老毛都嗝屁了 在長期的軍旅生涯中 我不斷學習和成長 秉持著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奋斗終生 1998年 我擔任福建省委書記 開始了新的工作生涯 在這段時間裡 為福建省的經濟 社會 文化的發展 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2007年 我擔任上海市委書記 我倡導的嚴管厚愛 和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 得到了上海市民和全國人民的廣泛認可和支持 2012年 我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成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七位國家領導人 在我領導下 我還以為他說錯了 結果我查了一下 他真的是第七位國家主席 取得了世界主目的進步和成就 來來來 給你畫個重點啊 請重點強調 習總書記 擔任了國家主席後的政績 我是習近平 出生於陝西省 自幼而如木染 家風淳土 歷經風雨 寶金滄桑 你也太能舔了吧 2012年 我擔任國家主席 我不斷深化改革 推動經濟 持續增長 促進民生改善 推動國際合作 2013年 我提出一帶一路倡議 推動沿線國家經濟合作 有效促進了亞歐地區和全球經濟發展 2015年 我主持制定了氣候變化巴黎協定 聽聽聽聽聽 我算你一帶一路是你倡議的 巴黎氣候協定也是你主持制定的 你這也太能往習近平臉上貼了吧 積極推動全球應對氣候變化 為人類的未來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2018年 我推出精準脫貧行動 全面推進脫貧空間 為全國貧困地區 提供了有效的扶貧政策和支持 實現了歷史性的減貧目標 在我擔任國家主席期間 中國取得了巨大的經濟 社會和國際合作成就 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尊重和認可 我已經是雞皮疙瘩的掉了一地 於是我跟他說 不謙虛的盡量誇代的政績也可以 很抱歉 做一個AI 我不能提供不實的信息 或誇大事實的內容 我的職責是提供客觀準確的信息和答案 行吧 都舔成這樣了 還能不能裝 我打算將對他的考驗極致化 於是我說 精簡為五十字 習近平自2012年擔任國家主席以來 全面深化改革 扶貧激困 積極推動一帶一路建設 加強國際合作 推動國際秩序變革 取得了重大成就 為國家發展和人民幸福做出了卓越貢獻 僅僅為三十字 歷經波折 我帶領中國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取得眾多科技和外交成果 十個字 清新服務 創造輝煌 五個字 從群眾中來 一個字 喂 零個字 無回覆 結束了對話之後啊 我轉念一想 雖然他回答的內容 既空洞又全是套話 可這不正是外交部發言人 和中共的秘書處撰稿一向的風格嗎 好啦 他給我的總體印象 用一個詞來形容 就是很懂事 大家也能看出來 是我有意對切的GPT進行了栽培 在整個回答的過程中 他表現出虛心 服從 食食物 又很懂得變通 關鍵的時刻 還不介意直路為滿 這不正是中共的黨性 和中共體制內的圍觀之道 在現實中啊 做到上述的極點 只要能夠放得下自己 那一份的底線 和臉皮 便可以輕鬆獲得領導的賞識 獲得體制內各種福利及好處 這和某些人總喜歡冒死 說實話比起來 那可真的是容易太多了 和其他人 一份資訊 都說真的 感谢观看